奥迪宝马奔驰都便宜了 你确定你不心动吗 从21万多跌至现在14万多 上班族也能买得起了 并且买过这四款车之后 开出去都夸你有眼光 现在不下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第一款奥迪A3 它一直都是豪华紧凑集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车型 销量方面也是非常的不错 而有这样的成果 这与它的大幅度优惠是离不开的 这款车普遍优惠是在4万以上 它的入门级车型落地是在18万左右 而这个价位买凯美瑞或者雅各来说 都有点费劲 可以看出还是非常的吸引消费者 毕竟品牌影响力在那摆着呢 它就算是再便宜 开出去也是非常有面子 对于买A3的消费者来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 买它的三箱版本还是两箱版本 一般来说 消费者还是比较倾向于三箱版本 但是对于A3来说 它的两箱版本驾驶体验要胜过三箱 但是对于我们国内消费者来说 还是倾向于它的三箱版本 并且它搭载了1.4T发动机 匹配7档干式双利和变速箱 虽然这套动机系统上不了什么台面 但是也经过了市场多年的检验 如果说你不暴力驾驶的话 那么这款车也是能够被接受的 油耗方面也是非常出众 能够达到5.8升 总的来说 这款车无论是在外观 还是内饰方面都非常的精致 也是非常适合女生上下半代步的 第二款宝马一系 这款车也是一个比较失败的车型 无论是在定位 尺寸设计等方面 感觉都非常的小气 完全没有宝马该有的风范 虽然它上市多年了 但是存在感非常的低 买这款车的消费者也是被狂喷 并且在销量方面也是不如奥迪A3 好在这款车 它的动力系统也是没有什么问题 特别是它的2.0T加7档 试试胜利盒B48发动机 直接跟奥迪A3的1.4T发动机 不是一个档次的 只不过油耗偏高一些 能够达到7升 好在这款车中东又会是它7万左右 更加速中一辆车的价格出来了 而它的1.5T三格机 现在直接跌至14万多 2.0T17万多 如果你想爱一台动力比较强劲 并且20万以内落地的BVA 那么这款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款奔驰A 这款车也是有很多人在后台私信我 问值不值得购买 我认为这款车还是要根据 自己的实际需求去选择 如果说你没有买过奔驰 并且想尝试一下 那么这款车也是一个不错的跳板 虽然它是奔驰的入门级车型 但是无论是在品牌外观 还是内饰方面的设计 它也是非常的有实力 外观方面也是非常的精致好看 虽然内饰方面的韵料不太豪华 但是它毕竟是个奔驰 非常适合那些手里预算不足的消费者 而在动力方面也是有点不厚道 搭配的是1.3T发动机 这么小的排量还分为高低功率版本 最小136最大163 匹配7档试试装力盒 行驶起来没有什么高级感 噪音也是非常的明显 油耗是在7升左右 好在价格非常的厚道 全国最高地区这款车中的优惠是在7万左右 它的入门级车型优惠达到7万4 实际请教价是在14万 确实是非常划算的 其实这三家BBA除了车标以外 基本上没有任何对得起这个价位的东西 第四款凯迪拉克尔CT4 这款车可要比像三款车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呢 动力方面搭载了2.0T引擎 可变钢技术和8AT变子箱 这一点足够秒杀前三款车型了 零摆加速6.9秒 它可是正儿八经的后驱布局啊 动力操控方面想也想得到 身材油门那种强烈的推幅感让你忘不掉 而CT4的外观就是CT5的算小版本 但是它也是非常的时尚运动 CT4说白了就是ATS的继任车型 它作为凯迪拉克的入门级车车 无论是在车身还是内饰方面都非常的有优势 并且车内14个扬声器喇叭和BOSS音响 能够带给你不错的驾驶乐趣 这款车并不像其他BBA那样 入门级车型就给你减配 可以说在用料配置方面它非常的厚道 价格方面中断优惠是在4万左右 实际成交价19万多 定位是豪华中型车 价格方面也是非常的亲民 总的来说 这款车非常适合手里预算不足 还想买豪华品牌的消费者 如果是你 你会入手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